哈囉大家好我是小正 歡迎收看正在玩什麼這個節目 那麼又到了月龍繁殖教學時間啦 那這個月的月龍叫做什麼呢 叫做粉蘭雙子龍 那怎麼繁殖呢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繁殖說明 點這裡 他說如何繁殖粉蘭雙子龍呢 使用兩隻合起來具有植物流水強風火焰 這些元素的魔龍 就有機會繁殖出粉蘭雙子龍 那這四種元素呢 你可以一配三 你也可以二配二 都有可能會中獎 好那這邊一樣我推薦大家一組 個人覺得還不錯的組合 那就是火龍加上春天龍 那長什麼樣子呢 來帶大家看一下 左邊這一隻就是火龍 右邊這一隻就是春天龍 那你看一下我現在的繁殖時間 你應該就知道我到底有沒有中 那我們等一天13個小時之後 再來跟大家揭曉 好那比較特殊的是春天龍 這個是限職繁殖才能夠得到的 好那如果你沒有春天龍的朋友們 沒有關係 我這邊呢再推薦大家一組 我個人覺得還不錯的組合 那就是蜂龍加上蛇蘭龍 左邊這一隻就是蜂龍 右邊這一隻就是蛇蘭龍 那一定有人會問說那蛇蘭龍要怎麼繁殖呢 很簡單 蛇蘭龍就是用火龍加上蜜瓜龍 左邊這一隻就是火龍 右邊這一隻就是蜜瓜龍 好那當然你也可以用你自己喜歡的組合 嘗試看看 也是有機會會中的 好那這邊呢再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月的活動 剛好跟這個月的月龍有關 叫做雙子崛起 好我們點一下 好那這個活動要怎麼玩呢 首先呢你必須要先有龍圓龍跟彩虹龍 那利用這兩隻呢就有機會繁殖出紫丁香龍 再用紫丁香龍呢跟剛剛介紹的粉蘭雙子龍下去繁殖 就有機會得到這一隻粉紅雙子龍 所以呢你這次的月龍很重要 一定要繁殖出來才有機會繁殖出這一隻粉紅雙子龍 好那介紹到這邊一定有眼尖的朋友們發現的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 那就是他的名字取錯了 哦有沒有發現這一隻呢叫做粉紅雙子龍 可是他的顏色是什麼 是有點藍色的有沒有看到 哦 那另外一隻月龍呢 哦你看他的名字是粉藍雙子龍 可是他的顏色是什麼 粉紅色的有沒有看到 所以呢我嚴重懷疑 這次的名字取錯了 其實如果按照他原本的英文名字 這隻粉紅雙子龍應該是叫做阿法龍 那這一隻粉紅雙子龍應該叫做貝塔龍 如果你取阿法貝塔那就不會搞錯了 那他用顏色來區分的話 我覺得他好像有點搞錯 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好那順便介紹一下這隻粉紅雙子龍的三個屬性 第一個屬性是傳奇 第二個屬性是強風 第三個屬性是金屬 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的那今天的遊戲分享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是小鎮 我們下次見 掰掰 祝大家都能夠得到這一隻 粉藍雙子龍 掰掰